这个标题上人民日报啊 人民日报都写文章 可见是一种现象了 就是说斜杠青年 比较 他们说比较榜样的例子算寒寒 赛车手 作家 现在又拍电影 电影表演 就是他这个好像纽约时报上还有个作家 是有个什么定义 就指的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他不满足于他自己一份职业 或者就是一个爱好 他这个同时还有很多身份 所以说说现在啊 至少有这样想法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 你除了是一个标本之外 你还是个窗口 你跟我们分享分享 这是现在你周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 有鞋什么杠的 我周围其实好玩的朋友比较多 因为可能艺术界啊什么这种都特别多 就是我身边最多的人是摇滚乐手 同时也是艺术家 这种特别多 有一个 有一个人叫秦思源 他呢 其实是90年代这个穴位乐队的主唱 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 当然是最近几年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的身份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当代艺术策展人 然后到了今年呢 他再出现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声音艺术家 但其实我仔细想来呢 他这三份职业也是有着共同的一个朋友圈的 而且性质也像 像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文人 都是基本上诗书化 甚至什么呢 还会酸命 还会中药 医学 你能够说他们是斜杠青年吗 从我们今天的 好像我们先假设 基本上你活了就要一个专业 一个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才觉得有点奇怪 嘉辉你某种程度你算斜杠老年了 你又是 就是 没有我都 报纸 办报纸 教授 没有 作家 对吧 没有都是 给老婆打洗脚水 好久以前他跟我讲一句话 也蛮对我蛮提醒的 我不能让自己的吃饭的 被一个东西来威胁着 绑着 比方说我要工作收入 靠这个的话 那个没有 我就受他控制了 我要受他左右了 这样说回来 我心中的偶像 好像都蛮斜杠的 像谁海明威 对不对 打猎 钓鱼 记者 什么都干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 你看那个时候是1980几年 上个世纪80年代 就是说 人民开始改善自己收入的努力 你发现没有是不可阻挡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非常普遍的 以至于炒耕成了一个时代流行词 在我印象周围人人都炒耕 因为有些炒耕还是单位不允许的 那就是偷偷的 他就有一种 就是自己去另找一份收入 其实这个是不是在香港相当于叫part time 我听很多那个白天在那个office 做个职员 一下班敢去哪里 敢去当那个快递员 骑着摩托车去送外卖去什么 为了就是多赚一点 所以一下我就能看出啊 一个高标准的和一个低标准的两个概念 你比如说杨豪你说这个斜杠青年 他到底是因为一种谋生的不得不啊 还是一种自己的追求呢 对所以我觉得斜杠青年可能跟几个词语都混淆在了一起 比如说斜杠 兼职 转行跨界 那么这几个词语他都跟斜杠好像有点关系 但是可能又都有本质的区别 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靠着不同的兴趣赚到了自己该让自己生存于世的这个钱 或者说你是不是面对了不同的客户群体 不同的这个交友群体和工作工作工作领域的这个群体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个 你试过你是不是还试过创业啊啥的 我试过创业 对你你有没有感觉到生活在一天生活在几个平行宇宙的 我创业的时候感觉到的是非常分裂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斜杠 具体说说 就是这个白天创业晚上要写作嘛 然后你白天的时候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要打交道的人 其实是跟你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人群完全是两种人 比如说我创业做的是出版的创业 那我可能不仅要打交道的是作者 作者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圈子 我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界 但是我可能要面对印刷厂的老板 我要面对印刷厂的工人 我要自己逼着自己去知道那个油墨纸张怎么回事 那这个对我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也是个学习吗 没有我能够给斜杠青年 或者说斜杠下个定义 换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其实在成长 或者说发展阶段都有想去不同的体验 其实只是从你追求不同的体验来定义斜杠不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 你会拒绝一个固定的专一的单一的工作 你要有拒绝的意志跟决心 那个才叫斜杠 比方说你搞出版创业 明明可以发展得很好的 你就坐下去了 你走下去二十多三十多四十多下去 你看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 就往这个领域走下去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个决定 我放弃 自己斩断了这条路 对 我不要 然后我为了什么 我不要为了什么呢 不是这个不好 而是不够 Not enough 不够 我就再去试其他的东西 能够有这种意志跟选择 才是斜杠 所以我经常觉得生命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会觉得说生命最困难的部分 在于选择 我们要选 做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工作 读什么书 我越年轻越大 我越觉得生命最困难 不在于选择 在于放弃 把一个部分放弃 放弃是最难的 所以嘉辉我们俩心有灵犀 对吧 引出我当年的一个名言 那时候要做个宣传卡片 说每个主持人在上面写句话 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永不放弃 徐老师 你最近有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没有啊 你觉得你现在还了解年轻学生们 他们的心吗 应该还行吧 跟学生交往 他们的生活压力 你还能感受 生活压力大 比我们那个时候压力大 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多强啊 大家的目标这么高 你比方你 你以学校来讲 你进到香港的学校 他就已经觉得不那么成功了 对 所以说呀 就我就说你说这个理想 还是先看看住哪 这是最具体的 你说现在的像香港的 有些大学生 我就发现在上四年大学 一年往外搬一个圈 就是因为房东年年涨房租 现在那种汤房 就是在香港汤房 你们看过吗 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他大学刚毕业 他找了份工作 然后因为想住得离那个地方近一点 他住在铜锣湾 我一听我说你住铜锣湾 你刚毕业不错啊 结果一去一看 就是一间房间 大概我们一般正常人的 一间房间里面隔出四间 ABCD他都写着 而且他那个装修啊 他里面能把所有的家具 都变成是迷你的 就都转过身来了 他还有一个洗手间在里面 还可以做饭 我说这怎么弄呢 马桶旁边就是灶台 对 基本上进门就上床 而且是 下床就撒尿 对 我这个朋友他是单身 就是他自己住一间那样 房东一家 说三代还住在另外一间 我说这怎么住啊 这个 就是说年轻人 特别是生活在北上 广山 乡 再加上香港 你说他们现在的这个矛盾 这个居住吧 租房子 租金也是那么贵 堪堪都觉得要被这个城市 都住不下去 对吧 收入又那么有限 离买一个房子的距离 又那么远 那假如是你 他们该怎么选择 是苦巴苦熬 你像你知道香港那种 拍了个前一阵 拍了个纪录片 我就跟你们讲过嘛 说这个人就是说啊 他一个星期啊 两三天不吃饭 就是喝一碗汤 他到了这个一个程度 但是他的骄傲在于 他说我省下我的钱来 付得起首付 当时就有人提出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房子何价 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种 联合国认为 你有辱人格尊严的程度 他是这样去打拼 去攒出一套房子 为了结婚 为了什么 还是说像师和远方 是吧 咱就租了 还是就这么 就不打着买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有钱的话 你就去买 但是要是困难的话 你就应该租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标准 就是说你 你要让你自己 目前的生活 生活到尽可能的好 要不是的话 你买了房子 你把你的青春赔上去了 你要二十几岁的 整个生活方式扭去了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去做了 这个比房子的代价 真是太大了 不是说中国孩子 延迟满足能力低吗 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 我苦干十年 苦干五年 我为了攒一笔钱 那么但是这五年之内 我可能就996啊 人家有人夸呢 说这个 要说加班 是吧 华为最有资格加班 说为什么呢 说人家任正非 企业创始人 自己的股份 可能只有1% 99%都是员工共同的 就等于说 我们大家是共同奋斗 所以加班可以理解 你同意吗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是 那等于说 他的员工认为 我付出就是有收获的 但有的很多企业 他是等于说 我为了老板的一个雄心 一个梦想 一个什么 他那样去燃烧 可能他觉得没有理由 我觉得这个事 你要把 就是说 把它说圆了 就是他能得 他能获得什么 其实挺现实的 劳动法有规定 你能追溯这个历史吗 义军 就是说 在上个 你看我都经历了 上个世纪 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最早 是一周工作6天的 到后来 好像是94年 94年就是开始 就是说 大礼拜 小礼拜 你记得吗 大礼拜工作5天 小礼拜工作6天 然后到了95年 就是双修了 那个时候还在说 说应该设法提高 这个劳动效率 而且呢 让员工休息的多一些 还能促进这个什么 第三产业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 又变得那么样的焦灼 其实要照我说 前一阵他聊的 他主要是什么呢 有些个成功人士 或者是互联网大佬吧 那么他们讲 这个奋斗 对不对 有的人想996 都不能996呢 对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家伙 那家很多人就开始了 你比如说一个 程序员 就是说什么 我宁愿不婚 不育 不买房 我也不要累死 在桌上 我也不要 就是我也不要996 今天社会当中 很多种工作 大家有没有考虑到 会对这个当事人 造成心理上的工程 刚才我不知道跟 跟文涛聊到什么了 我就说这个空姐 都是美丽 温柔 善解人意 但是据说空姐 在生活中 都是暴脾气 包括你们读库里边 那个客服 我把我们的客服 称之为叫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读者 是相当通情达理的 已经比其他的 比其他的电商 要舒服很多 但依然会有那种 就是极少数 特别事的读者 就弄得 就特别痛苦 所以 就是往往 就是一个单子 会抵一万个单子 给他带来的这种 能量上的损耗 这怎么解释 一种是他会为了 便宜三块钱 他会跟你纠缠三个小时 你这怎么办 另外一个 稍微坏个脚啊 或者什么的 明明是快递者责任 我们又答应换牌 也不行 反正就在骂一个 就是 我自己也经历过 你比如说书上有个错 有个错 认个错 我们再改一下 有的读者就写信 非常不客气 你这样就别编书了 就直接就上伤了气 这些侮辱 但是我这还好啊 真的 我们的这个客服 我觉得 他们干几年之后 有的就离职了 我非常能理解 并且我也希望 有的人说 在他们不离职的时候 你能让他们 调换一下工作 这个服务性行业 太 太伤人 所以有的工作 真是不适合常做 考虑到身心健康 你们谁有过 跳槽的亲身经验 六哥当年 你算是跳槽 出来下海吗 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 这个人叫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那个年代 缺的是跳槽的机会 所以 那会儿啊 就是你 你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听起来都新鲜 那会儿小没有工作都不行 那你是八六级的 八五级 八五级的 是吧 你必须得有个工作 你没有工作 国家也得给你分配个工 当然了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 是在上海 他就想辞职 辞不了 他就查那个员工手册 那种劳动合同 那上头 比如说他会有规定啊 比如说矿工15天 开除 他矿工20天也不开除 这才多少年呢 一二十年之间 对啊二十年 这当年是想跳槽 而不得 对 现在是这个 你知道我还记得就是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当时说你要跳个 调动个工作 那个之难 对 我为什么去了香港工作 你知道实际上 仅仅因为 我当时是在省电台 然后呢 你知道多难 比如我想调到省电视台 那么省电视台的台长 都同意要了 说没问题 就是我们要 但是当时有个条件是 原单位要放人 电台的台长要同意 对吧 我以为电视台台长都同意了 这还有什么 所以呢 那肯定很高调了 风都散出去了 这个楼道里就一见 什么时候走啊 什么时候走啊 结果过了仨月还没走呢 这个叫一句话暴露年龄 这东东这一句话 就知道他是什么年代的人了 其实你说咱要就是六哥 你比如说说到最原初的这个状态 一个人他工作先别说什么爱好 那他能养活自己 就我觉得在一般一个稳定的单位 一个大的单位里哈 你好好干 哎 这个忍气吞声的 跟周围人搞好关系 别得罪领导 别得罪同事 把人家交给你的活 认认真真的完成 我觉得这不稳定吗 这不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 不容易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单位里 他那个也是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就导致那种叫零和博弈 还是叫什么 对吧 让上不去的 你就会很惨 有的人还有点业余也好 我养个花 钓个鱼 我平衡一下我的心态 但是周围的人不干 老婆不干 对吧 或者你的这个老人 家里的老人不干 孩子也不干 孩子还别人比拼呢 所以他导致这个人的这个 而且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有一个就是 咱们这个市场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 我感觉他有一个就是说 维持现状之不可能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 比如说有时候 你看我跟人家 跟那企业界的打交道 我现在就发现 他们的员工 有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很大的压力 就使得 就过去咱们电视台的 就老在说 我们是被收视率 追得像狗一样 对吧 就是他的问题在于层层加码 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比方说你盈利了 盈利了这个挺好吧 可是呢 我下半年头两个月 必须提升10% 我一提升了10%啊 我的职位也会提升 甚至现在的分配机制 很灵活的 甚至给我 我可以拿公司的股份 但是我要没有这个10%啊 我可能连这儿 我都待不住 对 我就被漏下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事就麻烦了 没有快乐的一天啊 现在你知道 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尤其是 对于这个互联网公司 有些人来说 你要拿来一个简历 就说你三年跳了八回槽 这样的人 人家连看都不看 当然 就等于我要你干什么 你这样的人 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待不长 所以现在网上也有人教一些个 就说 比如说 说跳槽呢 最好呢 12个月以内 一年以内 别一不满意就跳 因为你也需要了解一下 有些情况是需要忍耐的 再一个就是说 除非收入有质的增长 也不要因为 那边稍微多点钱就去 那这个他还是有很多 你们几位都没有当过老板 都没有招过人 是吧 我虽然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面试 因为我们往往 比如说我们娶五个人 可能会有五百个人 来应聘 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面试 但是呢 我会把每个人的简历都看一遍 我说 我真的感觉到 现在的年轻人的 就职 就业 每个人都有一本 雪泪史 对不对 你就看他的那个简历 就那么一行字 一行字 你都能想象到这个 就这个小小的身影啊 他在这个大城市里奔波的 对 真的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觉得他是 往往都是因为什么 跳来跳去 因为我也对这种 就是三年换八次工作的人 不理解 但是呢 我也问过这些人 他呢 是这样 就是有的人 我甚至会 就是比较放松的问 我说你先别考虑这个 能不能应聘 咱们就先聊会儿天 我说如果说现在 抛开一切的现实可能性 就让你自由选择 你想干什么 哪怕你说 我想当乔布斯都行 我想当比尔克斯都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其中我想 只要留一半的人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对了 他就会很茫然 他说 所以他就是随波逐流 只能说 我先解决我的房租 我先解决我的温饱 那所以他就变成 唯一的一个权衡 就是哪个收入高 或者我对现在的收入 不足以支撑我的房租了 我就不得不跳槽 个人的事业 人生规划 对于这些年车呢 都是奢侈的事 所以我真的很心酸